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百多平米在那里 香港叫两千多尺 那我们就想说 连婚姻低潮里都这样 高潮怎么办 所以我突然不害怕以后婚姻低潮 因为不是我可以花大钱 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 对啊 所以不担心 一低潮的时候 反而是可以 也就有了很多自由 你知道吗 有的太太跟老公 她就是一低潮之后 就把老公赶出家门 她哪知道 那是虎入深山了 你知道吗 文涛说了 我身边所有的男性朋友都是 我们喝酒聊天聊起来 她说 最快乐的时候 其实就是跟老婆 吵到冷战的时候 冷战的时候 你不用管老婆嘛 老婆也不管你嘛 你也可以不被老婆管 其实你就有了 不被管的自由 我就干脆把门一甩 我出去酒店住个三天 然后有理由不打电话 然后也不用报备 我生气嘛 我生气就是这样子 所以欢迎低潮是很好的武器 低潮现在是一个时髦的一个关键词 咱们今天聊聊 今天你们聊两集 一集聊王室 一集聊王妃 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 就我们敬爱的飞姐 她的人生有低潮吗 或者说她的状态有低潮吗 你们认为 她可是看到最近演唱会 这不太顺利了 好像看台 她还是低潮了 那跟人家 跟她有关系吗 我觉得你说低潮的话 每个人 我想一定会有高低潮 一定有运气 首风顺还是不顺的时候 可是我们看回王妃 从初到 好像没有被 没有被 没有被骂过的时候 刚出来香港人都骂她的 非常讨厌王妃的 觉得怎么那么拽啊 应该怎么说普通话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干嘛 那么骄傲 不理媒体 那么狂 那么狂 然后开演唱会不讲话 香港人基本上来看演唱会 买票两百元 我准备有150元 是来听你讲笑话的嘛 聊天的 对 聊天的嘛 50元是听你唱歌的嘛 他跟好相反 你买票两百元 他只给你五块钱 十块钱的讲话费 其他都是唱歌 香港人一激 因为他唱的比说的好听 这个票价 对吧 我说他呀 最近我那天听北京电台的 还在讲 这个人 观察人 一下都把你的人生趋势 都总结出来了 说是什么 叫做从天籁 到什么 反正就是回到现实吧 等等 就是 他的这个事 是从他付出开始的 付出 开演唱会 偶尔个别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 有些人 挑刺 是 就说 有时候唱走音了 我觉得这也很常见了 就是有时候 是准 然后一直 这个发展到一个点呢 就是春晚 对 春晚 你看 你不看我们春晚 你们过去 看不到 想看 想看 看不到 很麻烦 要留点管道才看得到 你们周全伦都过去了 对 可是在台湾过年 我就看不到 我今年又在英国 那更是麻烦 这次春晚 菲姐是跟这个迅哥 不是不是这个周迅 是陈奕迅 唱 也被人传出 说 是不是走音 这个咱们是外行 我听他们搞音乐的人讲 首先我那天看新闻一个叫杨坤的歌手说 他说他那个不叫也没有走音 说他只是音不稳 这是可能唱歌是不是也是很难的事 那天我们还跟一个音乐制作人做节目 他就说呀 他说实际上呢 男女生 你看他唱这个 他说这个咱就完全不懂了 他说实际上春晚上啊 陈奕迅唱的难度也大 为什么 他说一般来说男女生这个唱啊 男生和女生应该是两个调 对 或者说中间有什么转调 对 但是呢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男女是一个调 他说这样的话啊 唱起来就很麻烦 这我就是外行听不懂 我只是转出 但我觉得王菲从他付出 或者是他这一路来 如果他的个性就像他在台上一样 没有太大的分别化 他这个人本身是比较低调 不擅长 就是搞所谓的新闻的人啊 他不喜欢很话重俱冲的人 但是 可是他所有的新闻 却从来没有断过 就是旁边的人一直附加给予 所以包括他付出 让大家对他有极高的期待 以及对他声音的那个纯粹度 精准度的那个期待 我觉得都是旁边人附加给他 所以他变得好像不可犯错 这样子 所以他要一点点错 例如说偶像 如果偶像歌手 他今天唱走音 或周杰雯唱点走音 我想可能不会引起的波澜 还是这么大 他就没有不走过 在我们的老人 听周杰雯唱歌 我觉得没一个在吊软的 可是周杰雯是故意走音的 可是说起王妃 当你当然我们期待越高 越容易发生他犯错 可是当我们说一个人 不太顺利的时候 表示说他一而再 再而三的出了麻烦 那往往其实很多时候 你发生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情 你怪罪于运气 其实你看看 总有他的理由的 不一定是运气的 像你刚说的一些你不懂的事 我听也还是没听懂 可是大概是说 其实假如是技术的问题了 他事前应该加倍小心 来注意 我跟我的唱的对手怎么样 怎么一个合拍 可能平常是练习一次 我们这次要练习五次 上抗抗台 可能我的团队 因为他付出嘛 以前可能很久没有工作 以前的团队已经没有了 现在重新组合团队 你就不能掉以轻心 要加倍的看紧 可能你以为是运气不好 其实背后都有理由的 你都要负责任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你的菲姐 应该听的话 你跟这咱都是善意的 咱跟菲姐都是这个关系 都不太清楚的 没有没有 关系很好 因为这个里边 我一个基本的价值观 就是什么 我早在节目里不停的说过 我说 我们应该看到 我们这个世界 是个很寒碜的世界 你知道吗 很寒碜是什么意思 寒碜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真正好的东西 最好的东西 你知道吗 太难了 太难了 一个人 这世界上 没有什么牛掰的人 只有牛掰的事 甚至你不是说 甭给我聊什么 有这什么好的主持人 没有什么好的主持人 只有这个主持人 主持过的某一次好的节目 甚至只有他主持的 某一次节目里边 他某个闪光的时分 他的语言智慧 在那个天时地利 人和的情况下 就像上帝给了他一拳 你崇拜这个才华 这个才华 他跟人没关系 我跟你说 崇拜人 为什么最终都会失望 不靠谱的 我们生活 王伦丹菲博信佛 佛就告诉你了 我们这是个缺陷世界 没有什么 人更是这样的 你说哪有说什么 天后 你包括慧特宁修斯顿 到后来嗓子 不行了 这人说 走下坡路了 什么吸毒了 什么干嘛了 就是这个 实际上你看看 导演也好 作家也好 谁能说 一辈子 永远在那个最高水准上 你知道 但是作为人民群众的期待 是相当愚昧的 他看的是什么呢 你发挥最好的时候 包括刘翔 包括姚明 是吧 好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 发挥最好的时候 我们就把那个当成了他 包括赵本山 对吧 我们就觉得 甚至赵本山到饭桌上 也是说 哎呀本山大叔 说个段子 帮我们逗笑 你要知道 在台上帮你逗笑 这个台下可能要十年的工作 对吧 编相声的 为什么不能每天说一段相声 因为他至少就很长时间 才能写出一个笑话 这么集中的一个相声 然后不停的表演 重复的表演 是 可是观众啊 其实不仅是期待 看你最好 他是期待看你更好 每一次他都期待你 甚至是更好 希望你每一次都比 以前的所谓最好 变得更好 更好 更更好 更更更更好 我觉得整个压力 就来自这里 不管对运动员也好 对主持 对歌星 对大作家 对作家 都是这样子 那期待压力是很高的 所以他们 这些天后天王 最后都毁了这个 你知道吗 可是我总觉得还是 可是不知道 我的看法是 现在的观众 对于 对于明星的要求 或对于他的一个 崇拜对象要求 是越来越看到 他比较真实的东西 不见得是 对他虽然对你有 有希望更好 但是他也允许你 还是有犯错的一个空间 但是像王菲 这个是因为他自己 他的真实面 让大家觉得 他是不可犯 他自己真实 大家会以为他不能犯错 但是 例如像最近的林书 他也不可能永远都赢啊 他就会输个两场 但是你说两场之后 大家 你看台湾媒体 或者是喜欢他的媒体 不见得就批评他说 嘿 你看 你本来就不是英雄 但他还是会给他一个这个 一个空间 去让他做一些调整 只是王菲本身 他出来的形象 跟他在私下 好像都是维持在一种 高标的上面 所以他的一点点失败 一点点错误 大家就觉得 啊抓到了吧 就是这样 是不是就有 哦哦我懂我懂我讲的意思 哎呀看来不爱跟人说话 都是有麻烦 将将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对不爱跟人 请不吝点赞 来咱们也看看这个飞姐的近况 他是可发到微博上的啊 这个很久没有见到他啊 这个还是很精神嘛 真的认不出来啊 对啊我看了好久 我还以为是香港那个 有一个男歌星啊 专门唱web歌的 我以为录用了 看起来因为王菲一直以来都中性打扮 他这样搞怪蛮蛮好玩 其实啊就是他们说这个春晚这个啊 春晚我还看了啊 我照我个人来看 呃这些的大明星啊 在春晚上表现呢 我觉得都没谁好过 包括你们那周杰伦 你知道吗 包括什么刘德华 包括什么 呃为什么都没有好过啊 我哎 他们都说春晚 咱在咱们都给春晚献计献策嘛 这是咱们全国民共同的这个盛事啊 呃他们讲的很多的原因呢 都很有道理 可是我觉得很少有人提到啊 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也许是个技术性的问题 你看哈 按说这些个大明星 你知道吗 为什么明天美国人 不会有春晚这种形式呢 他会说 如果我有一将盛事 我就搞一个迈克尔杰克逊演唱会 他是个专业型的 他不会搞这种综合的 这是中国的文化 对吧 可是你要知道啊 像这些王妃啊 周杰伦这些大明星 一个人演唱会的时候 为什么那家伙 这个这个珊瑚海啸的 气氛那么好 哎 为什么一上春晚 觉得没有他在个人演唱会上 那么 那么那么那么嗨 或者说那么起范 你知道吗 其实我那天看了一个 他们春晚拍的纪录片呢 我就发现了 他们太有钱了 不是 他们太豪华了 你看啊 他们说弄了三百多根柱子 这三百多根柱子能升降 这三百多根柱子上面全是那个LED 这个图像啊 这个组合啊 这就是绚烂之极 可是我的看法啊 也许恰恰是背景 淹没了主人翁 你也晓得我了 算是按法 你注意到没有 这个开演唱会的时候 哇 是全场黑的 然后演唱会所有的灯光舞美设计 是为了突出这个上帝 这个神 对 那么所以大家能被催眠 但是你看春晚呢 他要那个 气质 全是大亮光 堂堂大亮 你知道吗 不但是观众看上去啊 你看啊 他们就讲 做得太漂亮了 杨丽萍的那个孔雀那个舞蹈 老人说最近我演的有点花了 你知道吗 他背后弄出一个热带森林 这个LED放的 这个背景 LED在这里 然后弄出孔雀的那么多 千万种颜色 杨丽萍穿的也跟孔雀似的 以至于啊 我有时候有点看不明白 哪是杨丽萍 哪是背景是那个花草 你知道吗 让我有一点这个感觉 所以说 我有时候就觉得啊 你知道吗 各部门一分工 有时候香港人容易犯着毛病 就是说 我就 我管做背景的 我不管你们 我把我的背景做得最漂亮 可你没想到 如果我们这个背景太漂亮了 我们三人这脸 再怎么打光 也没有背景的颜色 好看 这是很多人生活中照相啊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他老看着 我给你选个景 在什么景上好 可是他不知道 人们最想要的是 你把我拍漂亮了 你知道吗 那可是从这个角度看啊 他的整个跟春晚 跟演唱会完全不一样了 你说的演唱会 是完全照照这个神 唯一的 而且是这个神来挤灰一切 对不对 谢谢 所有灯光布景 跳舞的全部配合 春晚都是神 对 春晚的神 其实是全国人民嘛 还有大家看了高兴 你注意啊 当他要全国人民 观众看了高兴的时候 他的镜头运用是不一样的 他的镜头运用 你别看 我们看电视啊 看春晚 其实经过好多的镜头来剪接 来呈现给我们的嘛 他的镜头呢 这是为了要营造这种大晚会 大节庆的气氛 而用的镜头 跟演唱会的镜头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叫镜头美学 他有春晚的一套镜头美学 所以你歌星明星什么在里面 不太吐出情有可原嘛 他也不是为了让你吐出嘛 这个央视春晚是太多 几百几千人的一个工程 所以你若只放招在 这个明星上面 那你就忽略了 这几百几千个人的努力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领导知道 你做了什么 这个美式做了什么 然后你把这个钱 放在哪个舞台上 所以我得把它全部都拍到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我们都把钱花下去啊 有放在该做的地方啊 这都有 你得都看到 等到拍完一轮 这五分钟歌已经唱完了 所以这个王妃的脸 可能只剩三十秒 或者是陈旭的脸 只剩一分钟 所以我也觉得呢 可能这些个天皇天后啊 是不是他自个儿 碰见这种环境啊 也会影响他的发挥 而且如果我们自己是主持人 我们也是镜头前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气势的问题 我们今天三个人在的时候 可能这个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可能我们知道主角会是谁 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气势 会被分散掉 因为我们必须要协调嘛 对对对 但是如果今天是放我 一个人的节目的时候 可能那你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因为我要主导一切 或者是你自己 那个做节目的感觉啊 就是有个气场在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自己 在镜头前 我们自己也是了解 是这样的 你现在又停就很懂得 跟咱们做节目 不要只穿 winter 不是穿红的 就是露腿 我在敬我的职责就好 谢谢 所以我们看 我觉得这些天王天后 对于他们来说完全不在意 也不应该在意 我猜他们也不会在意 我在春晚坦白讲 就是等于是 我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足球员 我有只不过被抓公差的 被抓去参加一场 什么样的足球比赛 晚一晚而已 就是明星赛 就是明星赛 那人晚一晚没关系 这就使得呀 很多人啊 这个咱们要不说 我跟你说偶像崇拜不靠谱吗 为什么不靠谱 你就眼看着 这个现在生活节奏再快点 那些个几年前 哪怕是我们大家公认为很好的人 你就眼看着啊 不用一辈子 就是几年十几年的时间 这个人慢慢就现行了 有些人就玩现了 玩玩玩现了原形了 有些人呢 就彻底让大家知道 他是个什么人了 你知道吗 就慢慢慢慢现 我觉得至少有一个机会 就现在有些人的心里啊 抓的是机会 少的是对自己的玩意的认真 有的人 他我重视说 哎 多少个电视台播我的节目 这是他重视的 可是有时候我真奇怪 这么多的电视台播你的节目 你怎么不重任在间呢 你怎么不珍惜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传播的范围 你怎么不认认真真 因为认认真真产量就不可能高 你明白吗 就是一个人一辈子只唱一首歌 和一个人唱一万首歌 那么单独单位一首歌 你说你就能比出来天差地远 而且你认真啊 我们我觉得每个人啊 都是从经验里面来学习回来的 假如在你的事业过程里面 你认真总是有好的回报的时候 你就认真了嘛 可是当你知道你根本可以不认真的时候 或是说你看到别人不认真 也同样有回报 而且更好的回报的时候 我干嘛要认真 除非你心中有个召唤 有个专专业精神 或说宗教信仰等等 你才会认真 没错 现在这个你还是不能说 就是说观众也是能吃粗粮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看过西方的研究啊 说电视啊 这个东西啊 会把会让人变呆的 变傻的 你看 所以你看台湾的这个电视节目啊 他为什么搞很多那个笑声机啊 你知道吗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没有什么智慧 你知道吗 但是人们看电视的时候 你看嘴都是达达的 你那个达达 比如说 就是提醒你笑 就像翻牌的 对对对 对对 开鼓掌 你就哦 鼓掌 你看台湾最会做的那个 哇 机器里做出来的声音 哎 后来我就发现 你少过真的就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们在现场录影的时候 也是这样 就是他那个台湾综艺节目录影的时候 旁边会有个这个AD嘛 他就会 例如说主持人讲到笑话 或者是该鼓掌的时候 旁边会有人提醒你的 他们先鼓掌 然后你看到他鼓掌 你就全部的人就跟着鼓掌 而且这样在录影之前会练习 他们说 哎 下时候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练习一下 来我鼓掌 上角跟着鼓掌 来 做点声音的 没错没错 会这样带着你的 我更担心的是说 我常听说 看电视会看呆 我比较担心是 演电视的人 演的都会呆嘛 也不是说这个 看所有的 就不能一概而论 除了我们的节目 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 真的就是 它是让人脑子越来越聪明 要不要请鼓掌 肯掌 简单气广告 没带动 之后见 五华 三月三日开始 一年一度的两会召开 会中将总结上一年 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 并为下一年设定目标 我们特出特别节目 在会前先行关注焦点议题 此时跟进最新消息 直播现场与相关记者会 进行第一手评论 两会前瞻及两会特别报道 敬请留意凤凤凰卫视中央台 资讯台更环节新闻报道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 只组虽然 全球发售 马海空 千햇 中枇 咱们不讲王费了 王费还是我们 喜欢 永远喜欢 对吗 喜爱 还不及喜欢 我向 Lieutenant 永远 sono tank 但是又婷你倒可以讲讲 一个女人 尤其是就说 她每次让我讲 我心里都紧张 你要给我什么圈套 女明星 不是现在有很多句说付出 你也是个女明星 你怎么理解这种心态呢 或者说原因呢 她们都在下猜 原因啊 原因我想 我生活所逼很多都是这样 谁想要 王姐 非姐 那个一万富姐 你怎么知道不是 她的生活不见是我们想着说的钱啊 她可能有很多的人情啊 这些人情可能是她这一辈子 她要报恩 她得要还回来 所以呢 谁要求你 等等之类的吧 你说这个也启发我 我其实知道好多 不是王妃啊 王妃现在她还过着富豪的生活 这个我们只能羡慕记得恨啊 但是有一些娱乐圈中人 他们的命运你看 为你会给你休斯顿 到最后 一百美元都要给人借啊 你看那最后的麦克尔杰克逊 都弄成什么样 其实我现在觉得啊 这个艺人呢 尤其是天王天后这种艺人呢 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残障人士 就是他有残 我认为我都是个残障人士 你是老残而已 对对对 不是身体残 老残啊 老残 我都认为我都认为 我就在我上前还不是什么天王天 我都认为我的生活里有很多残障的成分 你知道他们不会投资 有了钱之后 瞎投资 失败的不计其数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度 又跑了一个 又跑了一个 那我觉得不一样了